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涡轮制造商华瑞丰店窃取美国超导公司AMSC商业机密 需赔偿5900万美元 今年1月 联邦陪审团认定我国最大的封店 涡轮制造商华瑞丰店犯有共谋 商业秘密盗窃和电信欺诈罪 此案引发美国证件喧嚣 许多人叫嚷着 要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美国司法部网站显示 美国地区法官彼得森 James PTO上周五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行的量刑听证会上 命令这家中国公司支付150万美元发款和5750万美元赔偿金 AMSC方面则表示 华瑞丰店窃取的技术 给该公司造成了至少8亿美元的损失 而他们已经与华瑞丰店达成了575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并于周三提交法庭 美国司法部表示 华瑞丰店已经支付了3250万美元 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两家公司都还是合作伙伴关系 在2005年政府通过清洁能源法 推动丰店行业发展后 双方合作参与了进来 华瑞丰店负责制造了涡轮机 AMSC则负责开发控制软件和技术 不过 根据美国警方的说法 在2011年 华瑞丰店从AMSC前员工处获得了相关代码 随后拒绝向AMSC支付8亿美元 关于此事的调查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 不过 在去年8月 特朗普开始借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声势后 双方的矛盾迅速击合